15岁功夫少女一招索命拳KO 非洲黑寡妇当场晕厥在地 荣获3亿美金的奖励 大家好,我是小马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场世界比武大会 中国对南非女子综合格斗大战 现在视频中的这一位正在出场的这一位大美女 就是我们中国的功夫少女李春花 今年刚刚16岁 也是15岁的一个功夫少女 大家看一下她这个外形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满头黑头发,留了两根麻花辫子 一个典型的东方大美女 我们看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南非的这个绰号黑寡妇 她长得实在是太黑太丑了 双方的比赛开始 刚开场就是一个转身边权把对手击倒 坦克压制往前 李春花一直往前,独夺逼人 小心,对方的身高比自己高很多 吃到了对方一个正登腿 两个人的打斗都比较谨慎 防守做得不错 好的,李春花一个抱腿摔 把对手撂倒在地 李春花还是占据擂台中心 继续往前压制 勾全命中 小心啊,李春花吃到了对方几个重拳 好的,再次把对手撂倒在地 看看能不能打出这种小范围内的寸拳 给对方带来很大的伤害 刚才的大力右摆拳出得有些犹豫 勾拳 连续两个夺命勾拳 直接把对手打到晕厥在地 恭喜我们中国15岁的姑父少女李春花 KO获胜 让我们为她欢呼和台 点赞转发 多谢大家的支持 接下来伴随着精彩的慢镜头 结束今天的解说 喜欢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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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